苏提达王后手段了得 几十一岁太王为她遣散后宫 希拉米翻身无望 苏提达的上位是充满心酸 被网友吐槽向受气小媳妇 连半点王后的威严都没有 如今时过境迁 苏提达的王室地位飙升 也算是打了唱摔自己人的脸 能够在尔虞我诈的后宫站稳脚跟 并且还得到军方的支持 说明苏提达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头脑聪慧学历也高 情商和智商都很完美 苏提达简直没什么短板 九年前苏提达诞下一子 幼子被安置在瑞士 泰王夫妇定期都会去看过 当时的马哈也很焦虑 毕竟需要一个优秀的男性继承人 对瑞士幼子寄予厚望 王室专家安德鲁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苏提达儿子的童年照 小脸肉嘟嘟 古灵精管 外媒也爆料 泰王一家三头多次在瑞士团聚 并且度过了段温馨浪漫的时光 随着苏提达权势越来越大 甚至得到军方支持后 给了马哈很大的压力 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帝王的直觉告诉马哈 自己的枕边人不得不防 苏提达曾经被禁足三次 就是因为继承人问题 王后越阻代跑想要参与夺底 逐渐引发了王室高层的不满 那段时间泰王思绪错乱 甚至想把希拉米接回来 取代苏提达的王室地位 事实证明苏提达不是擅长 能力和手段堪称一流 最终还是赢得了宫斗的胜利 马哈为了王室利 也不得不接纳苏提达 双方的感情逐渐缓合 苏提达审视夺势的能力很强 几乎是马哈肚子里的蛔虫 每次的判断都很正确 经过几轮交锋后 苏提达成了太王最信任的女眷 并且开始逐步下放权力 王储大战现在已经爆发 提邦宫和海外四字激烈对战 苏提达也先不住 王室专家安德鲁认为 苏提达很可能渔翁得利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胜 其他的利益集团势必元气大伤 泰国后宫不缺漂亮领弹 缺的是聪明的大脑 这是苏提达的杀手键 不少读者也发现了 无论局势如何危急 苏提达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一次又一次赢得攻斗胜利 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 泰王为了苏提达 居然心甘情愿解散了德国后宫团 王室格局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苏提达虽然不争不强 但是却得到了马哈的重视 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宫斗冠军 比起成为一个配角 苏提达更加喜欢掌控全局的感觉 尤其得到军方的首肯后 苏提达的王室地位更是如日中天 有望成为下一个施力级太后 如今的马哈已经71岁 腿脚甚至都不太零点 整个人的状态大不如从前 因此解散后攻团也是明智之取 泰王已经过了风花雪月的年龄 应该把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国家大事上 如今苏提达的地位已经彻底稳固 希拉米想翻身谈何容易 甚至一辈子都被狠狠压制 只能说苏提达是个狠角色 每次都能拔得头筹 真不知道还有多少惊喜等着我们 马哈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 现在也到了该收心的时候 独宠苏提达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毕竟他们有着十多年的感情 早已熟悉对方的品行和习惯 苏提达才是泰王的灵魂伴侣 也是泰国后宫侣最幸运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